哈哈哈哈 是這個好嗎? 看了一圈我們家現在的狀況 我不得不說我好像就是家裡召喚的來源 不過他回來看到這樣子應該會 應該會把我修掉了吧 現在我要把這些東西開箱 明天就要大飛機了 所以我終於要把他們打開了 我問你什麼時候回來? 他說差不多八月 我說八月? 八月我都老幾個月了耶 一生老半年而已 好啦大家掰掰 掰掰 台灣見 大家早安 知道我現在開車要去哪裡嗎? 超級傻眼的剛剛出門的時候 發現今天居然在下雪 都已經四月二十好了 這咖啡你要下到什麼時候? 我現在要開車去做檢驗 做什麼檢驗呢? 自己看就知道囉 我現在要做什麼呢? 我來看個X片好了 哈哈哈哈 嗯 這是... 這是... 嗚、這是... 這裡別客人 心一跳 軟丟衣服 沒有輪管 讓你不再疼 愛都開始見了 離開我 離開我 你會不會 好一點 離開 等一下要吃什麼 晚餐 好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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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ny之前有說過只要我飛出去工作的時候 家裡面就變得非常乾淨 但是只要我工作回來回到家 家裡面就開始會變軟 怎麼可能 但是你們看 這個行李箱從上次台灣回來到現在都還是一直放在家裡面 還沒有收起來 先說 看了一圈 我們家現在的狀況 我不得不說 我好像就是家裡髒亂的來源 OK Johnny was right 現在要來大掃除 必須要在明天上飛機前 把家裡面整個打掃乾淨 Johnny他本身是還蠻愛乾淨的人 如果他回來看到這樣子 應該會 應該會把我修掉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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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一箱 一整箱的咖啡豆 也太重了吧 好多口味喔 偷偷跟你們說咖啡豆是婆婆要的 所以 他一點都不重喔 他非常輕 輕的跟羽毛一樣呢 也太重了吧 太重了吧 然後還有一些 我幫我姪女買的衣服 我們看這個泳衣是不是很可愛 在哪裡啊 這邊在哪裡 還有這一套是不是有點性感呢 跟舅舅一樣性感 更多的衣服 退黑激素 好我現在就是要把他們全部裝箱 放在我的行李箱裡面 上次回台灣的東西 還沒有全部拿出來 把他們拿出來才可以重新再裝箱 個人呢是內褲空 我的衣櫃裡面大概有 30件內褲吧 我超級愛買內褲的 這一件也太緊了吧 到底胖了多少啊我 本來呢想說一個行李箱 應該勉強還裝得下 但是剛剛在小客廳裡面發現 找到了兩箱東西 我姐的乳液跟洗手 超重 都是液體然後還有Kios的一些保養品 忘記他們的存在 所以我決定拿出我第二個行李箱 我怎麼會天真的以為一個行李箱就夠了 好天真的 我的行李打包的差不多了 現在就是要進行最緊張的時刻 就是要量行李的重量 現在量我自己的體重 我好久沒有量體重了 通常都維持在170磅左右 差不多耶 差不多耶170磅 我覺得好像有點超重 完蛋了 多一棒完蛋了 這一箱都是球球老師 下的單 Trader juice的零食 你知道零食上面都是空氣 雖然他們應該不重但是就是很佔空間 感覺就蠻輕的 這個一定沒問題 開起來就覺得很輕 211 還可以再放10磅 終於 花了兩天的時間 終於把家裡面回歸成 Johnny回來的時候不會罵我的樣子 是不是很乾淨而且家裡香香的 因為我剛剛拖地板的那個濕抹布是香香的 現在是晚上9點50分 我的飛機是凌晨半夜12點半起飛 一樣今天是大家候補機票喔 但是我相信應該現在飛機非常的空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候補得上 好險我平常有在健身 不然平常一個人怎麼搬兩個50磅的行李箱啊 好啦那我現在就要去機場囉 希望一切可以順利 來到了芝加哥的第五航廈 也就是國際航廈 這一次回台灣 感覺手續好像比之前更多 因為多了一個要附加檢測的報告 去年的六月我回去不用提供這個報告 所以在報到的手續程序就比較滿一點 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這一次我會回台灣 因為之前政府的補助只補助到3月底 就會沒有補助 我跟Johnny一直覺得疫情不會變比較好 所以Johnny就覺得我4月還會再放一次五星假 Johnny的媽媽5月份過70大壽 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所以她想說反正我4月份就會回台灣 所以她就一直留在台灣 已經沒有回來 大家一直在問說為什麼她沒有回來 就是因為她要過她媽媽的70大壽生日 結果公司就是沒有要放人的意思 公司說夏天的那個預約已經很滿了 不知道是不是疫苗打下去的關係 所以其實春假的時候就很多人在飛了 上午工作的每一個航班上經過是客門的 感覺美國的旅遊業已經開始復甦了 公司就沒有打算要繼續放五星假 那這一次我回去呢 是自己跟公司申請了一個月的假 雖然說比較多人在旅遊 但是其實班次還是沒有像以前這麼多 所以感覺公司也不需要這麼多人 希望六月份公司可以讓我繼續請假囉 那當然活活的70大壽 你說我能不回去嗎 我喜歡最後一個在上去 有一種明星的感覺 不是啊 行李一定有位子啊 我就覺得幹嘛那麼早上去 拜拜 下次見 謝謝 我現在就是過了海關拿了行李 這一次過海關 比我想像中的順利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老手的關係 在飛機上面有認出來 其實真的是滿意外滿驚喜的 那再一次的謝謝長榮航空 把我平安的帶回台灣 謝謝長榮 這個場景呢就是非常的熟悉 其實去年的六月我也在這邊 拍對 但是今天的人少非常多 大概少了一半以上吧 好啦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還有打開小鈴鐺喔 原來是長榮航空間 台灣間 太陽間的我 也會躲著我 也會怕我 這把 愛情的我 恰恰恰 脫不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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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